《非诚6加1》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耐 闪亮登场了 小不点深藏大能耐 古灵精怪惹人爱 轮番上阵献同趣 合家欢乐笑开眼 这里不仅有精彩绝伦的才艺表演 还有生动温暖的家庭故事 想知道小不点们如何经验全场吗 节目中将为您逐一揭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牵着我的城堂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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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你把来自传言的歌唱 我用来自传出的乐谅 能让世界美国上的爱 谢谢 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们 欢迎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非常乐加一 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耐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彤 大家好 我们这方舞台 大家已经是非常熟悉的 在这里呢 您会看到来自全国 乃至世界各地的 小不点们的精彩表演 分享他们的成长经历 以及有趣的故事 同时非常帮帮团的四位嘉宾 也会为小不点们加油打气 首先就为大家介绍 非常帮帮团的四位成员 我们欢迎教育专家 知心姐姐卢琴 歌唱家王杰实 魔术师李宁 演员主持人关琳 欢迎四位 您正在收看的是非常乐加一 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耐 如果您想要更多地 了解节目动态资讯 您可以关注 央视非常6加1 官方微信公众号 那里有详细的节目信息 以及报名方式 期待着您家的小不点 能够早一天登上 我们的舞台展现风采 每一位参与节目录制的小不点 都将获得由妈妈一选天然造业 独家提供的精美礼物一份 好 接下来 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不点 闪亮登场 小朋友姐姐好 你好 来 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嘉宾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张优宝 今年9岁 我来自安徽伯州药材之乡 我的家乡 人节地灵 物产丰富 还有许多的历史名人 最有名的 一个是神医 一个是萧熊 各位嘉宾老师 管门姐姐 你们知道是谁吗 博州 一名神医 一位萧熊 大家猜一猜 肯定有很多朋友知道 萧熊就是曹操 你应该答对了 那么神医是谁 华佗是不是 这是咱们博州的代表人物 那您上场介绍了 家乡的两位历史人物 他们跟你的表演有关系没有 接下来我要唱一首关于曹操的歌曲 好 好 好 不是英雄 不独三国 若是英雄 怎么能不懂寂寞 独自走下长斑坡 月光才温柔 草草不啰嗦 一心要拿尽重 有一谋呀谋 明说爱过的梦 东海莫年分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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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莫年分散不休 而你情长悲恋是左右 睡来初走 而你莫扎是散过 手不停了云索 那你宝贝你告诉大家 就是你遇上当中的曹操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他可以带兵打仗特别厉害 他还能作诗 那个《合一解忧》 唯有杜康就是他写的 短歌行你也知道 你会被整首吗 短歌行 不会 我只会一句 爸爸喝酒之前总说这句话 《合一解忧》 唯有杜康 王爷爷也说过这句话吧 我这喝酒一般啊 但我知道曹操还有一样本领 跑得快 说曹操 曹操就到嘛 对 是不是啊 但是我那个看过那个 咱们那个《三国演义》里边 一歌挺好听的 小朋友我给你唱两句好不好 好 滚滚长江东湿水 浪花淘尽英雄 怎么样 好听 就会这两句 这是咱们家乡的 历史人物之一 接下来还有画陀 那你下面的表演 该跟画陀有关系的吧 管总姐姐 我今天不仅仅是唱歌 我还带了礼物给你吗 带礼物了 哎呀 这是观领姐姐 最喜欢的环节 哎呀 就老大 很好嘛 说实在 怎么每一次你一来 好像都赶上送礼物 对呀 尤其是有时候 老给我带吃了 我这刚减肥成功 确实啊 今天看着瘦了很多 那我们大家都一样吗 还是美人不一样啊 不一样 那我更好奇了 咱们赶紧好不好 好 我带了三种养生花茶 妈妈 上茶 这时候派出了妈妈 这一杯是管总姐姐的 这哪一杯是我的 这杯 另一杯是观领姐姐的 我问一下宝贝 我跟观领姐姐 我俩的这茶一样吗 一样 这叫什么茶 金鱼花茶 因为观领姐姐和观领姐姐 都是主持人 平常说多的话 嗓子不舒服 可以喝一点 金鱼花茶缓解一下 对嗓子有保护 谢谢 你这个礼物太贴心了 马上我们得喝点 热热乎乎的 话多伤身啊 苦中带甜 喝到嗓子这儿 觉得润润的 但是我和观领姐姐 此时是美了 可是我们的王爷爷 刚刚已经表示出了不满 没事 那个要是礼物带的不够 我们下回再说也行 你要不嫌弃 你尝尝我这个 妈妈上茶 这两杯茶是菊花茶 一杯是给王爷爷的 另一杯是给卢奶奶的 谢谢 因为菊花茶它的功效 抗衰老 可以增加免疫力 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 卢奶奶和王爷爷 嗯 因为喝了它可以少生病 嗯 这个永宝艺术青春 是不是 不错 好茶好茶 喝了这个茶 我现在周岁是66 虚岁48 叫喝一解忧唯有喝茶 此时此刻 恐怕有一位嘉宾 这心里非常的不平衡 因为我们都在这儿聊着喝着 他那儿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呢 我特别尴尬 妈妈 赶紧把李宁叔叔的茶上来吧 要不然李宁叔叔都坐不住了 这类似山鱼花茶 你看我们都是两两一样的 到李宁叔叔这儿你是 单独给您烤的 单独的 尝一口 好 山鱼花茶比较适合 工作凡满的人喝 因为我家爸爸经常出差 就常年背着这个 然后山鱼花茶它的作用 可以治疗理性感冒 然后可以轻热解鼠 轻热解毒 就是我们工作一繁忙一累 免疫力可能就降低了 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李宁叔叔 那以后我就多喝你这泡的茶呗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宝贝上来 就给我们带来了五份礼物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回馈 给我们这美丽的小姑娘呢 既然我们李宁叔叔你是独一份的礼物 我推荐你 我不是 你来代表我们大家 给小姑娘一份回礼 好不好 没错 派你 来 来 掌声欢迎李宁叔叔上场 我上来了啊 我有一个超能力 什么超能力 我今天我给你展示一下 跟现场的观众叔叔阿姨们 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我们一起分享一个 会飞的鸡蛋 好 你身手拿一拿 我看这里边有什么宝贝 拿出来 拿出来 什么 鸡蛋 鸡蛋 但是鸡蛋不能吃 假的 对 假的 那我接下来呢 这还有一个红色的口袋 我交给我们漂亮的管童姐姐 你呢 拿着这个鸡蛋的袋 然后拍一拍 检查一下 看一看 对 是不是还有第二个鸡蛋 没有了 OK 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鸡蛋要放进去 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了 对 叮咚 好了 放进去了 好 来 管童姐姐摸一摸 这样掐一掐 看看鸡蛋是不是还在这里面 在吧 在 大家看 在这儿 对 这是我手指头 摸这个鸡蛋 我通过想象力 我把这个鸡蛋拿出来 一吹 你看 就跑那儿去了 现在又跑到卢奶奶那个前边了 没看见 确定吗 确定 没看到 没有 那太好了 您太幸运了 有的人看到了 一会儿就进精神病院了 但是看魔术 一定要有想象力 我们想象这颗蛋 就飘在这空中上 你看得到吗 有想象力的孩子 聪明的孩子都能看到 你可以吗 可以 好 你看一下 我看一看口蛋 这颗蛋 证明确实是在那上面飘着的 翻过来打开 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对吧 对 好了 我接下来 我要把这颗蛋 通过移形幻影的方式 意念 我把它 看到了吗 聪明的孩子都能看到 你看得到吗 看到 我猜你肯定能看到 把它放进去 把它放进去 OK 它就真的出现了 这个魔术聪明的人才能够完成 来 谢谢我们三个聪明的人吧 对的 我也想你小小的年纪 怎么对这个 有关药理的这些东西这么了解 家里爸爸爷爷奶奶都是做药材的 怪不得呢 爸爸妈妈爷爷奶全是做药材的 等于你是来自这个中药的世家了 是不是 所以今天要谢谢我们可爱的漂亮的宝贝 让我们大家感受了我们博州 这个中药药材之香的这种特点和魅力 电视机箱的观众朋友呢 也可以这个叫对症下药 根据自己的工作特点 还有年龄段的特点 选择相适合的这个茶椅 能够对我们身体健康一定会有帮助的 我知道此时此刻我们的宝贝正在想 接下来该到我大能耐的表演了 要把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带给大家呢 唱歌 唱什么歌 知足 对 说得好 知足 常乐 这也是我们一种养生的态度 是不是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面这个表演环节 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耐 就是小不均匀啊 那遇见了 我们新生时很快乐 我们又是一样的 真的好好吃 好 是的 不是 挺好 我 为了你 而祈祷 而祝福 而感动 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 才发现 笑着哭 嘴唐 怎么去拥有 一道彩虹 怎么去拥抱 一夏天的风 天上的星星 秀地上的人 会不会知足 其实才是永久 如果我爱上 你的笑容 要怎么收藏 要怎么拥有 如果你快乐 不是为我 会不会放手 其实才是永久 当你正风吹来 风正会上天空 为了你 而祈祷 而祝福 而感动 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 才发现 笑着哭 嘴唐 当你正风吹来 风正会上天空 为了你 而祝福 而祝福 而感动 终于你身影 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 才发现 笑着哭 嘴唐 知足的快乐 其实才是永久 好美 真的是一个小公主 小仙女 这是因为来自药材之乡博州 可能那一方水土把我们的小姑娘 打造得这么纯净 来 我们听听四位嘉宾的感受 刚才我认真地看了你的表演 我就在想象 如果你在这过程当中 再变一个魔术就更好了 变出一分之一 那么接下来呢 魔法爸爸 李宁叔叔要把这个 这个红色的漂亮的气球 一定会送给你的 谢谢 谢谢 来 又请王爷爷 张优宝啊 张带路 张带路 其实我们每天有两片药 一个就是知足 一个就是快乐 另外呢 我觉得优宝 还告诉大家这个道理 这个养生不是从四五十岁 人到中年才开始 从小就开始注意自己的健康 所以今天我要把我的爱心气球 送给未来的中医大夫 优宝 谢谢 谢谢 刘晓东奶奶 优宝 你刚才离李宁叔叔最近了 你能告诉我 他的鸡蛋哪儿去了吗 太可爱了 你知道吗 这个病你得给这个奶奶治 奶奶入国了 是吗 你得给他打一截货 你得给他打一截货 你告诉他哪儿去了吗 你没看见吗 一直飘在这儿呢 您够不够聪明 你没看见 我们最聪明的观众 最聪明了 我就想你告诉我 这个鸡蛋哪儿去了 吃了 在空空中飘 你呢 李宁叔叔最近 你已经得到真传了 我希望你在中草药方面 也能够得到真传 好不好 好 把中国这个 这么多年来的 这么神奇的中草药 和我们中国的茶 研究透透的 也变成魔术 演给我们世界的人民 好不好 好 把我的爱心气球 送给你 谢谢 卢奶奶说完了 我立刻觉得 我变成华佗魔术了 对 也谢谢我们张优宝小朋友 今天来到我们 《非诚6加1》的节目现场 和大家一起分享了 养生方面的知识 希望我们优宝 健康快乐的成长 来 去收集你的爱心气球吧 《非诚6加1》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门奈》 由妈妈一选 天然造业冠名投现 世上是有妈妈好 和妈妈一选 上京东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欢迎下一个小不点 闪亮登场 给各位的一个小不点 来 先向大家打个招呼 做些特别介绍吧 我名叫 那个叫 叫个骂天心 家住在河南会仙 侯耀春 家住在河南会仙 侯耀侯耀春 那美呀嘿 到现在我五岁 学习一年 我常年做的 不以回的圈 只因我迟的 学习的苦 才有今天的舞台展 不吃苦拿的生活天 那黑呀嘿哟 好 那黑呀嘿哟 你告诉大家 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的大能耐是什么 我的大能耐是 站到哪都能唱戏 你怎么把我都说糊涂了 什么叫站到哪都能唱戏 你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让我们看个照片啊 或是看个视频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看一段视频 好不好 一起来看 你们估计 我睡到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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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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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我又要把鸡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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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干嘛就是 要站到那么高的地方唱戏 机会吗 我长得个子太矮 不站高点 你们都看不到我 哦 你今天此时此刻 你准备站哪儿表演 站哪儿唱 这儿 这儿 站在沙发上 我告诉你 这来了那么多小朋友 还没有一个小朋友敢站在沙发上 表演行为呢 你真的要站吗 来 站 哎呦 我也挺 要帮忙吗 这动作挺麻利的嘛 准备你给大家表演一段什么 小白鞋说美 小白鞋说美 来 来 开始吧 折射宝在我身上 回去吧 回去吧 这种东西 我看来 这种东西 很像 我看来 有什么东西 这种东西 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东西 不懂 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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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不请我照顾 八十下天下滚光 都什么面 都给我生了一个花蕊子 世上除美 八千抓 小日子 我每个月 我每个月不开 唱完了 接下来我要采访一下 马克星小朋友 请问 站在沙发上唱戏 是什么感觉 软软的 我下边换个地方 那你接下来准备 就是让我们现场 你看上哪个地儿了 你要站到哪儿上去 欢迎姐姐的桌子 哇 我这桌子 不是 你还要上桌子呀 我给你盛顿地儿啊 不是 你就真让她上嘛 关凌 没准我保护你 那关凌姐姐都同意了 那我也没意见 那你下来呗 你慢点啊 好 小苍儿我里了 灯光笑脸 新路上我收进几个奥奖 我给你盛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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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唱得好 哎呀 我的天 这场景我在这节目当中是头一次见 我们这小不点都跑桌子上去了 好吗 站桌上什么感觉呀 关琳姐姐太漂亮了 唱得好 还这么会聊天 快让我抱抱 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宝贝呢 其实你为什么要选择站在关琳姐姐的桌子上 就我们这有四张桌子呢 为什么专门挑关琳姐姐这张桌子站呢 因为嘛 她表演得太好了 哎 你看她这大脑门是不是跟我挺像 比你那还大 是吧 哎 真的是 她站在这个桌子上这一刹那我就想起我小时候 就是去那个爸爸妈妈单位的时候 永远都是跟叔叔阿姨说 我能站在你们桌子上给你们表演 也是这样啊 真的 就是然后呢演了几个人 一般可能就看烦了 就说差不多了 可以了 小朋友不用再演了 然后我永远都跟人说 我还想再演一个 我还会 所以我知道就是当我们宝贝站在你面前桌子上 跟你表演节目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一种信心相惜的感觉 没错 特别理解就是这种小老艺术家 就是年龄虽小但是特别有艺术家风范热爱舞台热爱观众 特别理解她 特别喜欢她 你看我们关琳姐姐这回有了一次和小老艺术家亲密接触的机会 你太荣幸了 你好棒哎 天心 你表演得这么棒 这么成熟 你告诉大家你学习玉剧学了多长时间了 我学习玉剧学了一年了 既然学了一年 就在我们小不点大能耐的舞台上 受到这么多观众的喜爱 我觉得你肯定是基本功特别扎实 你愿不愿意再给大家 就是好好展现一下你唱戏的基本功啊 可不可以 老师经常夸我 是吗 老师一般怎么夸你的 就是我练得好了 对吧 你就在沙发上给我们展示一下 那个叫什么 前脸后脸 好吗 预备 说来就来 这前脸后脸还算这个简单点的 这样我们难度逐渐升级 接下来提高一点点难度 来一个那个什么 先来那个皮刹扳腿 好吧 扳腿 好 好的 给我们再来一个乌龙角柱 我好崇拜你啊 怪不得老师老表扬你呢 就是非常的优秀 我们再一次掌声表扬一下 我们这个小小的小不姑娘好不好 最好 人小 粉丝大 才刚学了一年的戏 刚刚就这招手你表演的时候 那个卢奶奶眼睛瞪这么大 瞪这么大 真的 真的特别佩服你 我想问问我们天心小朋友 就是你去学玉剧 是谁让你去学的呢 是妈妈 妈妈让你去学的呀 那你知道妈妈为什么 想要你去学玉剧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那今天妈妈陪你来了吧 那我们问问妈妈好不好 来 我们把妈天心 妈妈请上来 这个为什么想要宝宝这么小 就去学玉剧呢 妈妈 其实呢 我也是一名那个玉剧演员 但是不是那种专业的 就是那个村子里面上事啊 或者像那个开业啊 这类活动 但是呢 我从来没有专业系统地学过 所以呢 想让他系统地学一下 这个不是您上台怎么手里还带着棒棒糖 这是想给谁的呢 他每次演出我都会给他 被他最喜欢的棒棒糖 这是鼓励 这是给他的一种动力 是不是 对 这是因为自己没有成为专业的玉剧演员 所以把这个理想的寄托在女儿的身上了 是吧 是 那现在这个天心大概是多长时间会去这个学习 学习一次呢 他跟他刘老师和周老师在一起住的 那他已经这样的一种学习方式坚持了多长时间 就去年的时候学一年 就是这一年他都是住在老师的家吗 其实呢 就是刘娇老师自己办的那个玉剧班 然后呢 长期学的三四个 其他的都是短期的 那他现在才五岁吧 就是您说已经住了一年了 就是四岁左右 那也是 不到四岁的时候 三岁多的时候 就住到学校里面等于是 是不是啊 把这么小的宝宝让送出去自己住 是不是因为家里面离他学习的地方特别特别远呀 他那个学校呢 是在新乡市 我们家呢 是徽县市乡下农村的 坐车呢 也就一个多小时 那也不算远 还可以 我觉得 主要是害怕他影响他 因为他老实说 我每次去看过他 走了之后呢 他都会哭 好长时间都缓不过劲 那你一般多长时间会去看一下女儿呢 一般都是三四天 只要有时间都去看他 那有时候的话 我们去演出的话 就让朋友去看一下他 那是多长时间他会回家一次呢 多长时间回家一次呀 一年回两次家一次是奶奶 奶奶过生日一次是过年 那我猜你肯定特别想回家 特别想妈妈 对不对 想吗 嗯 你没跟妈妈说吗 说妈妈 我想多回几次家 嗯 没说过啊 为什么没说呢 因为嘛 刚从家出来的时候想 但是妈妈会经常去看我 所以你想妈妈的时候 妈妈可能就来看你了 那你现在喜欢住在学校 和老师和小朋友们生活在一起吗 那你是不是希望妈妈 能够每天都去看你呢 嗯 你去看她的时候 她都是笑盈盈地出来迎接你吗 嗯 是 特别高兴 但是你走的时候 嗯 都会哭 那我们请教一下卢奶奶吧 像这个家的这样一种状态 你能不能给一些建议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既能够让宝贝学习好 唱戏好 又能够缓解一下 就是和爸妈分离的这种焦虑呢 你的孩子太懂事了 太懂事的孩子 有的时候会掩盖自己的一些情绪 他会不让你知道 但是他也很需要 你知道吗 所以他的安慰是妈妈来看我 所以我建议你 还是时常去看看他 因为他太小了 他还需要妈妈的一种关怀 妈妈的一种父爱 这是还是不可缺少的 把孩子培养成一个 在戏剧方面有天才的孩子 但你可别忘了 先培养一个有情有感的孩子 最重要了 所以我建议你 想想办法 不要一年才回家两次 能不能多回家几次 有时间多看看孩子 好吗 好的 我以后一定注意 争取让孩子多回家 我想妈妈大概三四天看一次 那爸爸呢 爸爸多长时间看你一次 爸爸在看羊 爸爸在看什么 看羊 就是就是干活 看羊 看什么羊 他是在羊场上班的 就是全年没有休息日 就是没有时间去看他 所以真的是宝贝和父母 待在一起的时间非常非常少 那我想问问天心宝贝 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的愿望是快点长大 等七岁的时候 就可以回家住了 为什么要早到七岁呢 七岁就上一年级了 还是以文化课为主的 现在幼儿期间就是想让他 在这方面多学点 就是上文化课之后 就没那么多了 你想对妈妈说什么吗 就是你回家之后 那对妈妈说的话 告诉她好不好 妈妈 我保证回家了 一定好好脸的 不必在学校差 宝贝自己发挥得很好 不必在学校差 也就是说我们小小的宝贝 其实锻炼得非常有自制力 也是一个很独立的小宝贝 是不是 加油 我们相信你会学得更棒 好不好 那接下来 那我们就一起进入下面 这个特别重要的表演环节了 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耐 小不点大能耐 小不点大能耐 秋里 别听了 瞬瞬瞬光 那会呀会 会呀那呀会 会那会呀会 那会会那会 那会呀会 那会呀会 一一一 那会呀 秋里 别听了 斩马狂 报答回屋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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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才就拿成乡象 千万树我送是冤冠 一欧梦将来门斩鱼粮 也成 一欧梦将来门斩鱼粮 好想 不归人来不见那当 当方一样 好好毁灭真四方 不管他哪个都活敢来烦伤 管也管瞧他 无处多 无处藏 管教大咋定个熊刀相望 管教大咋定个熊刀相 管教大咋定个熊刀相 哇 好想要是一帮 老人大量天真 杀 奴隶赏 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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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啊 啊啊啊 出尖 这台装这范儿太正了 最后说谢谢大家 非常成熟的一个表演 来我看这个我们嘉宾频频点头 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吧 就是它背后没有这种辛苦的付出 肯定是无法呈现出来 最后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小朋友这么小就能够 就是很吃苦嘛 能够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节目 其实我很感动 而且我也特别理解 也充分地尊重妈妈的选择 因为尤其是戏曲这一行 如果你没有童子宫 没有这种日复一日非常艰苦 然后非常艰辛的这样一个过程 最终也是无法成才 我在她身上看到自己小时候的影子 非常非常喜欢她 然后因为搞艺术 我相信天赋是占很大很大的比重的 那她现在有天赋 再加上她后天的努力 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是有更多的成绩 而且一定会成为未来之星的 所以我的爱心气球一定要送给你 而且期待着她更好的成绩 谢谢 谢谢 宝贝去收集你的爱心气球吧 慢一点啊 那场6加1特别节目 小一点大难耐 由妈妈一选黑燃造业冠名呈现 市场只有妈妈好 买妈妈一选上京东 接下来让我们邀请一下一个小伙子 闪亮分场 好 来 向大家介绍一下剧集 大家好 我叫徐晨熙 今年7岁了 来自河南郑州 我喜欢唱歌 跳舞 语言 画画 希望大家喜欢我 又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广泛的小姑娘 那你还是先来告诉大家 你的大能耐是什么 我的大能耐是真诚的唱歌 真诚的唱歌 我觉得在我们的舞台上 唱歌的小朋友都很真诚 这也能算是大能耐吗 我这可不一样 我唱一首你们就明白了 那行 对 你唱一首 我们感受一下你的真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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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出了你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那你告诉大家 你学习唱歌有多长时间了 我学唱歌有一年了 一年了 那刚刚像王爷爷讲的 唱歌当中要带着感情去演唱 这个是老师教你的吗 不是 老师只教我怎么用气息发声 怎么唱歌 那你刚刚唱歌当中的那些情感方面的处理 是你自己感悟到的 不是 我在家里练习的时候 妈妈经常当我的观众 给我提意见 她总说要有感情要真诚的唱 你觉得有感情的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唱高兴的歌就要想高兴的是 开心的唱歌 悲伤的歌就不能笑着唱 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很直观 但她刚七岁 我觉得领悟能力也是很到位的 看来妈妈这个观众 对你来说是特别重要 是不是 是 因为你唱完歌能够直接从妈妈观众那 得到第一反馈 然后及时调整你的演唱 那我想问问 今天有没有妈妈在现场当你的观众 没有 妈妈没陪你来啊 妈妈要开店 那今天是谁陪你来的呢 今天是爸爸陪我来的 爸爸陪来的 是不是 你平时在家的时候出去学习唱歌 或者学习其他的一些艺术班 都是爸爸陪你去上课呢 不是 初远门要坐火车 爸爸陪我 在家里奶奶陪我 因为奶奶说她总会迷路 那就是说你们家分工很明确 进路的时候 在家附近就是奶奶陪 那这回是要到外地来了 就老爸来陪了 是吧 是 那我真觉得有点点遗憾 你看平常妈妈是你最忠实的观众 可是今天在现场 妈妈都不能给你当观众 这样我们给妈妈唱一首歌好不好 好 等到节目播出的时候 妈妈看电视的时候 同样可以给你当观众 那时候妈妈再给你提意见 好不好 好 好 那你给妈妈献一首歌吧 我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 像家的夜晚 他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 我知道 如何的青春会唱歌 童年的传声 他总是跟风一唱一和 两手中握住繁华 心情却变得荒漠 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广 当青春剩下日期 无死就要变成白发 不变的只有那首歌 在心中来回的唱 好的 刚开始献给妈妈的一首歌 《鲁冰花》 那接下来是不是 我觉得得献给奶奶一首歌 平常奶奶带你去上培训课 奶奶也非常辛苦 但是因为奶奶说出远门怕迷路 就把这个机会 今天留给了爸爸 爸爸陪你来 奶奶在家 也是只能在电视机前看电视了 咱也给奶奶唱一首歌行不行 行 奶奶喜欢什么歌 但奶奶唱的歌我都不会 想请王爷爷帮我唱 我们请非常帮帮团的嘉宾成员 帮 帮 团 是吧 好 那个 我给你奶奶唱一首歌 你奶奶多大年纪了 高瘦了 六十四 还别说 还真是我们一单位的 行 那咱们把王爷爷请上场 好不好 好 来 欢迎王爷爷上场 那我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奶奶 你好好听 你好好听 听这首歌好听不好听 如果好听的话自己也学一学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首八七版《红楼梦》当中的一首歌 聪明磊送给大家 谢谢大家 聪明磊唱一首歌 攝影艺 聪明磊唱一首歌 家父人年终有歌 家王人三个奔腾 光飞了一轩轩 爱是心 好意思 但又有三个梦 葫芦拉斯大沙琴 混参参丝等将近 押忆着欢喜忤悟心 还是忠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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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难 凡算尽 太聪明 凡算了轻轻行命 生前细碎 似候星空灵 家父人年终有歌 家王人三个奔腾 光飞了一轩轩 爱是心 好意思 但又有三个梦 那是忠难等 呼拉拉斯大沙琴 浑 泣 泣 四等将近 鸳一场欢喜忤悟喜 她是终蓝的 终蓝的 好听吗 小朋友 好听 愿意学这歌吗 愿意 好好 太好了 好 那谢谢王爷爷 那今天你看给妈妈唱了歌 给奶奶唱了歌 接下来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进入下面 这个大能耐的表演环节了 管彤姐姐 我还有一个 你还有愿望想要实现 是吗 是 那告诉大家你还有一个什么愿望 昨天是我哥哥生日 今天是我生日 我想邀请管彤姐姐 给我们唱一首生日歌 当有我 今天是你八岁的生日 你说昨天还是你哥哥的生日 哥哥几岁 哥哥过十一岁 哎呀 你俩的生日就差一天啊 哎呀 好棒啊 那我是得唱一个生日歌 对呀 我一起给你唱 好不好 那我起头大家一起唱好不好 一起唱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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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开心吗 开心 我想有这样的一个开心的好心情 待会儿这大能耐的表演 在唱歌的时候恐怕会发挥得更好 是不是 是 好 加油 好不好 那接下来准备为大家 在大能耐的表演环节唱一首什么歌 我准备演唱一首 梨花又开放 送给爸爸 梨花又开放这首歌是送给爸爸的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面这个表演环节 那就是 小不点大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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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故乡 年年离花儿房 人本了山岗 我的小村庄 妈妈坐在栗树下 风车翁翔翔 我爬上离树枝 问哪里花香 遥遥几百的树枝 花雨满天飞扬 落在妈妈头上 飘在房车上 给我幸福的故乡 永生难忘 永生永世也不能忘 遥遥几百的树枝 花雨满天飞扬 遥遥几百的树枝 花雨满天飞扬 我削弱的故乡 永生难忘 哦 永生永世也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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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再来听听我们四位 邦邦谈成员的感受 今天晨熙小朋友 讲了一个唱歌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从用自己的心在歌唱 只有自己感动了才能感动别人 只有自己心里有观众 观众心里才能有你 那么小小的年纪歌唱得这么好 祝你用歌声歌唱幸福的生活 歌唱自己金色的童年 在这里我也祝你生日快乐 把我的爱心气球送给你 到今天为止 我们小朋友已经过的是 第八个生日了 我相信今天这个生日 一定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让你此生难忘 而且在今天还收获了 四颗爱心气球作为生日礼物 让你赶紧去收集它们 好吧 好吧 好 谢谢 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 下一个小不点 闪亮登场 你好宝贝 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石一新 今年9岁了 来自河南郑州 我的爱好广泛 喜欢唱歌 跳舞 细起 茶艺 朗诵 绘画 基建 散打 太极 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谢谢 哎呀 这是一个全能宝宝哈 那么多爱好 所以我就特别好奇了 那究竟你的大能耐是什么 我的大能耐是倒茶 倒茶我们倒是也都会倒 这倒茶能算大能耐吗 不就倒杯茶吗 我觉得它一定是什么特别的倒的方法 是不是 是的 我的糊就跟平常的糊不一样 我的糊的糊嘴是长长的 哦 茶艺那种 在外面那看那个茶艺的 倒茶应该是需要很好的水吧 才能泡制出来美味的茶 我这里有神仙水 但这个水呢 据我发现非常神奇 它不光能泡茶 而且它还有很多的神奇的效果在这里面 不妨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太好了 好 咱们有请李宁叔叔上场 我这儿把水也带来了 天山的水 这个泡茶我告诉你 那可不一般 而且不光它能泡茶 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我在这儿给你们做一次体验 好不好 好 看 我口袋里装了一个是什么 镜头可以看到吗 一个蓝色的 蓝色的小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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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蓝色的小珠子 我把这个小珠子 放到矿泉水瓶里 对吗 看得到吗 对 看得到 那如果我真的把水倒过来 它会怎样呢 奇不奇怪 这时候没有掌声的奇怪 我也觉得很奇怪 大家看得入神了 对吗 小珠子还在这里 好 不光如此 我这里还有一杆铅 铅 铅 我把铅笔放进去 这是更神奇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如果我成功了 要的不多 关琳姐姐 带头鼓三秒钟掌声 OK 没问题啊 注意 我把这根铅笔 就当着大家的面 注意 把它放进去 yes 这个水真的是非常神奇 所以我不能够随便跟她说 这水是从哪里取来的 好了 我现在把它翻过来 OK 那接下来你是不是可以泡点茶给我喝一喝 当然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 好 我们就谢谢李宁叔叔 谢谢你的神奇水 OK 给我们宝贝的大能耐表演助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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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秒钟掌声 你没带头啊 耶 好厉害啊 一 二 三 谢谢 OK 是啊 这是什么样的神仙水 在魔术师李宁的手里 就充满了神奇的功效 但是我知道今天李叔叔在我们台上的这个表演 实际上 是要给我们小宝贝的 大能耐的倒水表演的一次助力 是不是 带点加持 对 既然大家觉得 哎 倒茶这能成为大能麦的吗 我们宝贝说了 肯定是大能耐 如果不信的话 我们马上把这精彩的小茶艺带给你 来 有请我们的宝贝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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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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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去学这个长嘴壶倒茶 因为河南没有我妈妈认识的老师 认识的老师 我妈妈很熟悉 不是 那我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非要学这个长嘴壶倒茶呢 因为我的妈妈是开茶馆的 我小时候经常在茶馆里玩 妈妈的静态茶叶我也非常喜欢 但是我最喜欢的 还是厉害的侠女茶叶 侠女茶叶 那就是受妈妈影响呗 你才有了这样的一个 可以说是小才艺或者说你的爱好 对 我的才艺特别多 大部分都是受爸妈的影响 在我家里 爸爸喜欢书房和太极 妈妈喜欢国画和茶艺 所以我的茶艺和太极 都是在他们的心刀下学习的 对 刚才我已经夸你了 是个全能宝贝 你还会太极呢 是吧 太极是我最先学的 如果没有太极的基础的话 我也不可能七千七碗长车湖学会 古迹连湖还拿不起来 是 所以刚才你说我 一个星期就学会了观人姐姐 是吧 觉得不可能 因为我们有太极的功底 那是你练的是什么 神式太极 是的 那你这样 你告诉大家 你练习太极之后 有没有感受到其中 有关太极的这个好处 我感觉太极有两大好处 第一是不生病 第二是不吵架 怎么个不生病呢 在我们家里 我的爸爸是去最早训习太极的 然后妈妈为了锻炼身体 我就陪他一块去练 谁知道后来我出事了 我妈到现在 还不会打一套完整的拳 所以在我们家里 对比比较明显 我和爸爸 从来都没有去过医院 打过针 吃过药 我的妈妈 我还会生生病 要去看大夫 吃药 如果你们家有药的话 可能都是妈妈要吃的 是不是 是的 那爸爸跟谁学的 那时候我们的邻居 就是随时太极馆 他来我们家喝茶 我爸去那里学太极 互帮互助嘛 你爸爸跟隔壁邻居 这个太极馆学的 那你是也是跟他学的 还是跟爸爸学的呢 我有时候在家练习 都是跟爸爸学的 第二段好处是什么那种 不吵架 不吵架 这个我们怎么理解 比如说有时候心情比较烦躁 急到的时候 就可以打一遍太极启示 就像这样 这个如果你爸你妈 就是因为写作业什么的 要求你或者想跟你急的时候 是你先打拳 是他们先打拳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辅导孩子作业 心脏都要搭桥了 就是说你是说 那个家长比小孩着急多了 对对对 你爸你妈打不打拳 还是你想跟他们吵 是谁想跟谁吵 是谁先开始打拳呢 我先 你先急了 你先为了平处心情 但是我觉得 我猜在你们家 应该基本上很少吵架吧 我感觉你一上来带给我 就是那种很静的那种感觉 在我们家里 我爸爸如果一生气就去写字 妈妈一生气就去画画 所以我们家里 基本就没有家庭战争 像我们有的人 大部分人可能不会写书法 也不会画画 那怎么办呀 那这个妙招我们就用不了了呗 没关系 管通姐姐 我今天还有秘密武器送给你们呢 保证大家都能用 就是有了你这件秘密武器之后 即便我们不会书法 不会画画 也可以去火 是不是 是的 那可赶紧给我们拿上来 我们这个武器必须得背一件 好不好 好 来 上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快上了 来 宝贝先介绍一下 这个给秘密武器 把秘密武器带上来的这两位是谁呀 这是我的爸爸 这是我的妈妈 哦 就是一生气 就是写书法的就是这位 一生气画画的就是这位 这是妈妈的画作对不对 妈妈的画作对 我给各位老师提的字 就是这是卢琴雅醇 知心姐姐 也永远知心 这是给卢奶奶定制的 来 这品的作品是 我估计这画都能出来 对 就活了是吧 你看这一家三口站在一起 带给人一种特别和谐的感觉 那谢谢我们爸爸妈妈还有宝贝的这份礼物 我们一定好好地保存 当我们这个着急上火的时候 不妨可以静心地去欣赏一下这样的画作 可以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 让大家每天都可以以特别好的一种状态 面对生活 面对工作 面对家人 面对朋友 好 老师谢谢你们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面这个大门门的表演环节了 是不是要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表演 不是的 妈妈不表演 我和爸爸一起打太极 妈妈给你们加油助威 是不是 是 好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面这个环节 那现在就是小不点大门门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听听四位嘉宾的感受 就把它抒发出去了 培养一个好孩子需要这么好的一个家庭 所以我非常地羡慕你们 我要把你送给我的画挂在我们家 也培养培养我们的心性 我也真的希望所有的家庭 像你家一样这样美 这样抒发我们自己的情绪 把我的爱心祈求 送给一对最美的一家 谢谢妈妈 谢谢有请王爷 徐一新小朋友 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你看刚才你一上场的时候 你做那个长嘴壶的表演 我就觉得你伸手不凡 后来我就想 为什么你的动作做得这么美呢 我知道了 因为你会太极 还会舞蹈 还会绘画 其实这个艺术这个东西 它是不可分割的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素质在这里 所以你表演的长嘴壶 我觉得特别漂亮 我的爱心祈求送给你 谢谢 谢谢王爷 来 请光临姐姐 非常感动这一点 就是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把自己学的才艺呢 用上 能够在家庭发生矛盾的时候 哇 我们大家都心平气和下来 然后去打拳也好 爸爸去画画也好 所以真的是父母 其实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就是我们去教育孩子的时候 你说你怎么能跟你妈嚷嚷呢 其实你妈嚷嚷的 这调门比谁都高 是吧 你怎么都不尊重家长呢 哇 你这个家长跟孩子说话的时候 也没有尊重孩子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个父母的一些爱好也好 或者心情也好 状态也好 真的是影响了孩子 非常感谢你们 然后一定要把我的爱心祈求 送给我们的小朋友 谢谢 真的是要谢谢你们全家的到来 给我们的现场输入了一股清风 来 和爸爸一起收集你的爱心祈求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非诚勿扰》一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耐》 节目进行到这里 本期节目当中的 小不点们的大能耐 已经展示完毕了 现在让我们欢迎他们 再一次登场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又认识了四个可爱的小姑娘 她们是惠太极的石仪星 小小玉巨迷马天心 来自药材之乡博州的张优宝 爱唱歌的徐晨曦 谢谢我们宝贝们 带给大家的精彩表演 每一个小不点都将获得 由妈妈一选天然造业 独家提供的清美礼物一份 接下来就有请帮忙团的四位嘉宾 帮你送到小朋友们手中 祝福小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好 在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说起我们非常六加一的口号 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耐 一起来传地爱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再见 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耐 闪亮登场了 小不点深藏大能耐 古灵精怪惹人爱 轮番上阵献同趣 合家欢乐笑开眼 这里不仅有精彩绝伦的才艺表演 还有生动温暖的家庭故事 想知道小不点们如何惊艳全场吗 节目中将为您终于揭晓 温暖它 SHU